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月份的时候国家刚出台了一个器官移植的合法化 然后从十月份开始 十月就是开始有儿童失踪 怎么说呢 我希望我这个想法有些黑暗化 有些人会说 这个器官移植是利好政策 利好了半天 没有那么多可以移植的器官 尤其是活体器官可移植的东西 这些东西载体怎么来的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老弱病残的器官 一般都不会移植到活人身上 昨天还跟我们同学 就是谈起过这个 而且现在他们说是 现在千万千万让孩子们注意 就十来岁的年轻孩子们注意 有尾随的 不要轻易的去 有可能放学的时候 让他搭上伴 几个人搭上伴 因为他现在你看这个 发布地都是什么吉林 陕西 广东 还有什么湖南 湖北都有 面积挺广的 就是一次全国各地 都有这种现象发生 大家一定一定要 家里有孩子千万千万着注意 跟孩子说一声 尽量不要一个人回家 晚上尤其放学晚的 大家能接的尽量接一下 不能接的 尽量让他搭上伴回家 千万千万注意 这个很可怕的 你知道吗 现在黑市上一颗健康的心脏 75万 肝100万 肾165万 其他眼角膜 胃皮 都是有明码标价的 我们每年有超过30万的病人 等待器官移植 全世界每年有超过200万 而如此大的市场需求 如此大的内容空间 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他们要天而走现了吗 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事发生呢 据中心网牵挂你 平台让你回家等数据显示 我们21年 走市人口就超过800万 那这800万 大多数老人的小孩了 但其中有超过200万 是成年人 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 这个事离你很远 趁大人不注意抱走小孩的 骗你国外有高薪工作的 那这些骗局都过时了 那现在的骗局 可能颠覆你的认知 他们很可能伪装成 正规的旅游团 搞跨境旅游 出了国门就是一锅蛋 甚至直接在当地 注册一下公司 然后正常招人 人招够了 来个公司集体团建 出国游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伪装成富二代 在夜链寻找共体的 那太多了 所以我提醒大家 时时刻刻都不要掉意情形 天上是不会掉线柄的 没有无缘无故对你好 也没有那么的机会 等着你去发财 更没有啥 不要任何技术的高薪工作 脚踏实地的 你记住啊 没有不恼而故的贪念 谁有